大家好 这里是湾区华人电视台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Jack欢迎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我第二次用这个GoPro 所以还是属于这个试验和测试的阶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新的发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当时比较匆忙 都没有安装这个GoPro的这个App 然后就带着这个GoPro就出去走了 所以照出来的帖子不太理想 当时大家还记得照出来都是贴空 所以这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发现 你如果买了GoPro的话 那么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做什么 这个GoPro最大的一个要点 就是一定要下载这个App 用这个App来控制 否则的话非常的不好用 对所以看一定要下载这个App 在这个App上操作呢 这个App操作非常的方便 就可以控制随时的开关 知道你这个有这个域呢 那么你就可以调整你这个 这个CAMER的角度拍出来的这个图像呢才好看 我们最近呢正在搞这个转角预见美的这个工艺打卡活动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GoPro出去随便的走 这个呢就是这个92号桥的西桥头 有人在骑自行车 这个桥下的这个地方呢 还有人在这里调雨 今天呢这个风特别大 而且这个水呢也是浑的开起来 但是这个桥的颜色还不错 今天虽然风比较大 但是比较晴的 这个呢就是站到这个桥的另一侧 看这个桥上呢 你看还是很多车来抽吧 但是今天这个水清澈 如果这个水清澈的时候呢 这个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CAMER的一座桥 因为水比较多 所以呢有好几座桥 这个呢就看看怎么从这个桥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要从这个桥下穿过去 而且这个桥上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AMER 一个比较漂亮的水上人家的景色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Gene 3 Και misma 2 3 1 2 3 今天呢我带着我这个gopro也是绕着这个C帖 抓了一圈走了大概一个小时 当中呢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gopro的app装上之后呢 能够在你的手机上看到你这个gopro拍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基本上就能够掌握你要拍的东西 保证呢不要对着天空或者对着地上 反正就是不要拍出来是你不想要的 起码呢就是说让你这个徒步的时候走起来 能够跟你的眼睛平视能够看到的景色差不多 能把这个范围照相来呢就非常不错 好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买了gopro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安装gopro的这个app 把这个app呢和你的这个camera这个列起来 connected 然后呢在你的手机上预览的这个景象 这样呢就可以控制你所调拍摄的范围 然后这个脚步等等 保证你这个gopro用的顺畅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